东大门夜市旁的十一大街5号中午发生了火灾 消防局货报之后派出五个消防分的人力来灌旧 燃烧面积至少有100坪以上 由于目前正在进行商店街的维修 还有历史建筑花莲旧铁路医院的修复工程 疑似是工人电感火花酿货 不过起火原因还必须经过火厂监视调查 花莲市区在5号的中午左右发生了一起火警意外 地点就在知名的东大门夜市旁的十一大街 疑似是工人在进行电焊工作的时候而酿成了灾害 意外发生之后 消防局据报立刻派出了人员车辆赶紧现场进行灌旧 那因为这地方人口密集 所以我们立即派遣了辖区的三个分队来到现场 那在途中我们就发现有隆隆的那个黑炎冒出 那所以我们也加派到五个分队到现场做抢救 现场是那个十一大街在装修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它是一个老旧建筑都是铁皮平房 所以那个火势很快就蔓延了 那目前初估现场燃烧面积约100平 那没有人员受伤受困 是因为一次施工不慎引起的 那目前火势已经那个已经控制了 我们后续再做详细的火灾原因调查 过起火的地点是历史建筑 花莲旧铁道医院的修复工程 目前整起的起火原因 正由消防单位调查当中 花莲县文化局在意外发生之后 也派人前往现场进行了解 由于起火的旧铁道医院 是属于历史建筑 是否受损 还有待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得知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报道